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可转债的转股套利 我们待会儿再分析它的一些前因后果 包括一些逻辑 我们先来试盘做一下 直接试盘 现在是2020年1月15号上午11点19 大家在右下这里能看到 我录的所有的视频都是有日期时间的 为了知行合一展示它的真实一面 给我们亲爱的粉丝们 然后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 也可以看一下有哪块大家可以相互辅证 然后做的越来越好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是创为转债 大家如果看我的航拍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也是有彩蛋的 大家看些航拍视频 最初的其实我是有出镜的 后来我都没有了 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展示 更加原汁原味的一面 但是这个视频 我希望大家在视频的偏中后期的时候 里面是有彩蛋的 好 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 好 现在目前的创为转债的 转股溢价率是负的1.9% 就说如果我以现在的价格买入转债 如果说它的收盘价 转债的收盘价和正股的收盘价 跟现在的一样 而且明天开盘也一样 假设一买就整个就停了 明天开盘我就卖掉 这样的话我的无风险套利就是1.9% 现在是1.88% 好 我们来就是试盘做 127013 这个是深圳的 对 131.4 稍微高一点 好 不知能不能成交 刚才我也有挂一个其他的单 看这里现在有我的单出来了 1万的话 大概这里的100张 大概就是1万4000多块钱 1万4000多块钱 好 不知有没有成交 127 7013 131.45 好 刚才我们我早上有挂50 然后45都成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当天买入 当天可以立刻 实时的可以进行转股 对 这个是我们都是今天买的 今天的穿越转债都是今天刚刚买的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怎么转股 转股回收 这里的菜单 然后127013 然后深圳 然后这里的话 我所在这个券商 它里面没有识别出来 但是不需要管 不需要管它 然后 然后直接这里的话就200 把我们早上买的两笔 直接转就行了 好 这就已经买了 而且已经转了 可以看 这里的话有两笔买入 有两笔买入 对 这是委托 我们看当时成交 成交 对 现在有三笔了 有三笔了 好了 我们再做一笔 再做一笔转股的 再做一笔转股的 这个里面还是要承担风险的 如果说你买了之后 它的这个正股价格跌了 那你要承担风险的 那现在我做的话 至少有20%的安全点 所以说我觉得 整体的风险并不是太大 而且是少量多次 这样的话我觉得 风险相对小 对 当时委托 对 这里有看有两笔的 这个转股 转股的话 这边 和 委托合法交易所确认200 这个做完了买入 然后转 实时买 实时转 转了之后的话 实时的把它 转成了股票 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卖掉 一早就可以卖掉 好 这个的话 就是属于我们试盘的 然后针对于创为转债 在今天的一个实时的交易 一个试盘的实时交易 然后我们下面再来 看一下 可转债转股的一些逻辑 一些逻辑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可转债转股套利的一些 思路和逻辑 首先前提 首先得到转股期 目前的话 目前市场上的这200多只可转债 都是上市6个月之后 就到了转股期 6月之后就可以转了 刚才我也看了 创为转债的话 它的时间是过了6个月 而且它的未转股比例 是在持续下降的 就是说明里面有的机构 已经开始做了 这会发现网上讲的不多 而且没有试盘的 而且我觉得讲的不太清楚 就是说我尽我的能力来讲 尽量的贴近于试盘 把我的一个思路展示出来 然后第二个 就是转股溢价率 有收益空间 刚才我们看了有2% 2%的话 其实已经非常好了 非常好了 当然股价的正股的波动 你要承担它的一些风险 我是觉得风险不大 有公司 毕竟我实地的去调研过 一定要看我的航拍视频 然后剩余的未转股比例 要大1% 这个的话刚才看了是96 所以说这个也是符合的 然后发行人的意愿 从现在目前的民企来说 没有民企不缺钱的 没有民企不缺钱的 而且包括像华为也是会发债 当然有其他的一些解释和理由 但是从我知道的 包括我昨天也接触一个 甚至一个比较大的机构 也就是目前的所有民企都面临着 很大的这种资金风险 可能会资金链断裂之类的 这种风险 然后公司的再融资医院 当然强 这些公司上市的目的 就是为了圈钱 然后你如果能通过直接融资 通过发债 不管是转债还是什么 肯定比银行的利率要低 大家不要看银行的公布出来的贷款利率 这个跟实际的相差都是比较大的 实际的话能够至少是你看到的 大概1.5倍以上 1.5倍以上 公司所处行业的短期市场热度 对于创为来说的话 我不做推荐 今天再次强调 我不是推荐这支标的 自己分析 你买卖的赚钱也好 亏钱也好 跟我无关 因为我是从机构 券商机构出来的 这点我要反复强调 公司所处的短期热度 然后大家可以看航拍 航拍里面有些介绍 然后它可能是 肌顶盒行业的龙头 现在可能正在 不管是什么蓝牙耳机 无线耳机 可能的肌顶盒的龙头老大 这些大家自己去分析 正股是否相对稳定 我大概看了一下 相对比较稳定 当然真正要做这个的话 对于机构来说 一定不是单支 也不是说一天就停止了 一定不是一锤子买卖 也是少量多次 然后而且是多支的 现在这个机会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块我也是跟我们公司 内部的其他同事有争议 我们同事认为不要 赚钱 能赚钱的东西不要说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希望能够说出来 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给我更多的思路 我们一起来获得我们拥有的收益 然后做更加的专业细致 从多角度来去做这个判断 然后公司的股价是否强势 这个是很明显是强势的 自个看 正股的股价是否合理 PE PB ROE 这个我都是看过的 因为它也是持续的有盈利的 包括圈上的一些调研的一些资料 我们都是有看 大家可以自个看自己来分析 这个在好多的软件 包括网站上都是有的 这个转股套利极不做 这是我总结的 大家可以帮我丰富 赎回的最后日期不做 你到了赎回期的靠后的话 有可能最后一天 你最后可能错过赎回期 有130 这些可能达到100块钱 这个的话就风险很大 然后股票波动过大不做 目前这个创为转债的话 其实这波拉升的是 就正股拉升的是不小的 但是我评估了一下 至少现在的风险并不是太大 还有一个的话是上午做 现在为了拍这个视频 我上午做了 那就做了 反正今天我确实有点违背 这个我是建议 建议这也是历史经验 和历史的数据的分析 然后赌博性的购买不做 低仓位少量多次 对 就是不要一下子一笔砸进去 去赌命 做量化 做这种大机构投资的 一定是做概率 这里面后面我写了 做概率不赌命 不赌命 靠就跟开赌场的 为什么比赌徒要赚的多一些 因为他是相信概率 然后比如赌场的胜率 可能就比你高1% 但是人可能会有时候会脑袋 会转过弯来之类的 然后注意事项 股票的佣金要调低一点 因为你是少量多次的 你像我有朋友都佣金能给到1.6% 我觉得现在互联网时代也都是公开的 然后每笔的最低佣金 上海的每笔有一块钱 深圳这是每笔5块钱 所以说你在做深圳的股票的卖的时候 尽量就一笔清掉就完了 别一下一下一下出的 转账的佣金大家就看一下 商交所的转账的佣金相对的低的 要让券商把佣金降下来 佣金降下来 你要做这种少量多次的 然后其实他中间的这种 这种做量化里面很大的一块 其实是券商佣金 佣金差不多适度 如果你能保持少量多次 其实券商也不会建议你佣金稍微低一点 可以慢慢做跟券商去商量 然后每笔最低佣金的话 转债是有的 每笔一块 一般券商都会收的 好吧 我们今天我突然间心血来潮 然后就想录一期 现在11点半了 对 做的创为转债的转股套利 这个就作为我们可转债 拨运件日的第15期 有可能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期了 在这里的话 预祝大家鼠年万事顺利 然后恭喜发财 好吗 拜拜